时时好心 时时好日 时时付出 时时欢喜 此际世界与您 欢喜有约 福亭一方 邀天下善事 心眼万蕊 照此际世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早安 我是此车 欢迎再次收听 此际世界广播节目MP3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要向各位听众朋友们 报告一个好消息 我们将从这个月 也就是8月份开始 增加新的节目单元 生活1点通 这个1不是1234的1 而是在21世纪 大家都喜欢用的email的1 它是在每个月的第三周播出 而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的播出 制作这个单元的目的呢 是希望大家能够将环保爱地球的理念 透过生活小尝试 弱势在生活当中 例如呢 我们会教大家如何节能减碳呢 绿化环境 种植树果 也会教大家 做一些素食料理 所以呢 我们特地邀请 慈际社会教育推广中心的讲师 在空中 与听众朋友们交流 希望听众朋友们 能够准时收听 并且欢迎提出问题 让讲师在节目中 为您解答 另外呢 我将在今天的节目中 穿杀一首新歌的片段 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一念之间》 这首歌呢 是今年2013年 慈际人文字业中心 特地为七月吉祥月的主题 环保爱地球 灾界基辅的 而制作的一首歌 这个歌词呢 都是正言上人的开始内容 歌词一开始 是表达 大地万物见有灵性 不要因为一时的口福之欲 而对万物生灵 导祖向下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这首《一念之间》 树林间 松树穿梭条约 残身浪漫中看见 各自天空盘旋 在西边 与群悠悠浮浅 水上栩栩凉风 又飞无蝴蝶 一平面 小羊归身无目 楼衣心尽庄严 风貌丹雅而清洁 最近全球各地因为高温而引发许多天灾人祸 美国督促森林纷纷发生大火 意识世界难以扑灭 真言上人感到十分忧心 另外风大不挑 低大不挑 同样也是令人体心吊胆 因此真言上人提醒大家 我们人人都住在同一颗地球上 不管天灾人祸发生在哪一个国家 我们看到了就要提高警觉 也应该要多想一想 为什么这几年来地球好像生病了 为什么天体气象都这样的不挑呢 而天体气象的不挑 就是因为人心不挑 人类才会造作许许都得了业 所以要推动人心进化 唯有人心调和 才能够减少天灾人祸 在印尼的慈禧志工呢 在雅加达 一个贫困社区中举办开灾的餐会 同时也宣导祖统统岁月的精神 鼓励更多人响应存小钱做善事 而在菲律宾的志工 提供三万多名的贫困学生 营养午餐的餐卷 同时推动八番宝 鼓励学生只要日捐 一块钱非碧 就能够帮助人 正言上人感恩志工们在各地启发善念 在大家的身上拨洒爱的种子 不仅要除众生的贫困 也要珍藏大家心灵的富有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恭听 正言上人在八月九号的志工找会开始 天气真热哦 热的呢 这种踏在地上好像在铁板中一样的这样的气货的确是很异常 在地球上生活的人也开始应该要觉醒 还要提高静觉 看到了火大不调的是触目进行 在美国这个森林大火 已经好几个好几个森林都是纷纷的发生了大火 那我们在看到的那就是在很靠近南加州 那他们所说的靠近 那还有一百多公里 慢慢整个森林这样要撲灭它好像都很困难 因为同时有不同点的森林这样的气候 到底呢 地球有多大 有多少的森林呢 几乎天天呢 都在都在看到了 不同的国度啊 面积大的国家 森林多的地方 也都一直看到了 这个火烧森林 到底是人为火烧 或者是天干雾灶耳烧 都有 到了夜间就看到了满天红 真看得很令人担心 这个担心的事啊 不管是火大不调 水大不调 或者是风大不调啊 尤其是地大不调 都是呢很令人提心吊胆 因为呢 我们人人啊 都同样生在同一颗地球上 不论它是在哪一个国家 我们呢 就是看到了 就要提高警觉 应该要多想一想 为什么 为什么会 这几年来呀 不断在地球呢 好像有病人啊 它的四大不调 地球跟天体呢 都已经不调顺了啦 天体气象呢 都这样的不调 那天体气象不调呢 就是因为呢 大地人类 人心不调啦 人类呢 才能造那喜喜多多的业啊 这样的点点滴滴来累去哦 所以常常说 佛说啊 终生功业 就会造成了五轴二世 这种五轴的时代啦 已经慢慢产生在世间 人与人之间互相呢 在造业这多事呢 很令人担心的 修行啊 我们要依循了佛陀的荒宗 他怎么会来到人世间 来人世间的目标是为什么 为什么他会去修行 哦 原来呢 佛陀啊 当初的世大都太子 他是为天下众生苦难 要去探讨出来 一条道路出来 人间的路要怎么走 才能走的人伦道德啦 循环的好 这样人心啊 有人伦道德在心中 那就会呢 人与人之间呢 心态调和 那么这样心灵的调和啦 顺了这种人间法 论理道德观啊 来生活 就不会造成了人祸 那也不会呢 造成了人的贪婪 就伤害了大地 污染了虚空 这造成了空气 这四大不调 最多是呢 要消灭掉了贫穷啊 就是要增加人心的财富 那才能呢 造这样的贫穷呢 慢慢的消 那这个富呢 慢慢的成长 富有呢 不是有形的 富有 是无形的 啊 贫穷 不是 他的物资的贫 其实贫中之富呢 他还可以 把他的力量来帮助人 看看印尼也好 虽然这时候我们长期在做 也就是长期在接引 给他的物资 我们知道他很穷 我们宣导人人呢 付出一点点的爱 给他们的竹童 那再来时啊 他们平常节省下来的 也可以呢 穷人啊 富有爱呢 也可以不失帮助别人 竹童睡夜回良家呢 这样大家做得很开心呢 菲律宾的小孩子呢 二十所三万个孩子 我们也在那里宣导了 八分宝的理念啊 同时呢 也启发人人呢 一个铜板 不管是一分钱一毛钱 每一天呢 启发出一个善念 把这样的善念呢 天天让孩子呢 运让他在心中 一小粒的种子啊 在这样的一片片的心田 撒破下去 那一粒粒的种子啊 就可以成为一片田哦 这都是善念 不在意 我们呢 小小的一点一滴的 来辅导 来播种 那将来呢 也都是一大片啊 丰收的粮田啊 在这孩子的身上 撒破了善的种子 给他呢 每天呢 有一餐温饱营养餐 还教导他们如何呢 这个孝与爱 对同学的有爱 对长辈的孝顺 还要呢 要克制贪念 八分饱等等呢 这三万多个孩子啦 都能把话听进去呢 将来不也都是一粒粒的 很扎实的种子吗 那在印尼也是一样啊 已经看到成果啦 每一次的花放 每一次的祖童回良家 他们呢 这样集合下来 就是呢 变成了大缸 要这个都满缸起来啦 这都是呢 我们要付出 能解除众生的贫 那增长他们的负 心灵的富有 解决他呢 生活的贫困 那么增长了心灵的富有 这都是吃进人啊 在全球呢 在发挥的 爱的能量啊 感恩正言上人开示 上人全是修行的含义 无人虚空 以至于四大不条 同时也教导我们要消灭贫穷 增加人心的财富 但是富有不是有形的富有 而是无形的 那贫穷呢 也不是物资的贫 其实贫中之父的人呢 可以以他人的力量来帮助人 各位听众朋友 欢迎收听生活一点通 生活一点通 邀请专家为您解答疑惑 让您成为环保生活达人 今天我们要邀请的来宾是 美国子季社会教育推广中心的邱启怡老师 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 适合在南加州种植的蔬菜水果 邱老师您好 是好 那我今天想要请教邱老师的问题 就说我们住在南加州 有什么样的这个蔬菜水果呢 比较适合种植呢 我们非常的幸运住在南加州 因为南加州地区本身呢 有充足的阳光 那气候也相当不错 缺点就是水少了一点 那但是呢 对于一些蔬果方 尤其阳光需要的话 种植的非常好 但是因为各个地方 住的地方 不管你是住在Riverside 或者大洛杉矶地区 或尔湾地区 可能是因为你土壤的问题 会造成一些 我们种植的蔬菜 要稍微的气氛 我个人觉得呢 只要你居家后院 你有一块好好的土地 或方便的土地的话 种各种蔬手 只是种的多种的少 我非常鼓励大家去推广 居家圆域 种一些蔬菜非常的好 那老师 我们一般来讲 蔬菜水果 好像有季节的分别吧 对不对 是是是 那老师可不可以 根据这个四季的不同啊 春夏秋冬啊 来跟听众朋友 介绍一下 就是说 在不同的季节 该种什么样的蔬果 那还有个问题 就是老师 刚刚有提到说 要看土壤啊 看阳光 那南加州的阳光 是很适合 可是在土壤方面的话 因为我们这几年都希望推动环保 那老师也可不可以站在这样的角度 来跟听众朋友介绍 基本上的话 每个家庭他都可以做有机蔬菜的管理跟培植 那假使您居住的土地 假使您的后院 刚好呢 它的土壤是属于松土的腐植土 那当然是您的幸运 可是假使有些地方你刚好住的后院 都是像罗兰海后山的 那边都是石头的话 或是黄土的话 我们可以经过一些腐植土 当然就是到一些大卖场去买的培养土以后 经过了适当的把泥土稍微的搅拌以后呢 可以变成新的蔬菜园 这个第一个土壤可以解决 第二个呢 南加州因为刚刚讲的空气很好 阳光很充足 只是温差有时候会比较大 或冬天比较冷一点 但是这个都可以克服 比如冬天冷的话 有些植物比较不方便的话 我们可以利用一些设施 比如说透明的手脚布 或者是网子 或者是一些纸箱 所以保暖汤 这也可以克服温度的问题 所以温度解决的 土壤可以解决的 阳光都有了 那当然就是需要说 哪些植物可以刺合在春夏秋冬 一般来讲 你到任何一个 一些99年市场 或Dollar市场 或这种 它在每年二月到五月的时候 它会on sale 本来一包种子的话 一块钱的话 它可能会十包一块钱 那是因为季节的问题 因为当年的种子 或去年的种子 存活力百分之八十九十 可是有些种子 它超过了一年以上 或两年的话 它存活力可能只有百分之五十或七十的话 在信用 它们的证信上 它就当做一个 Promotion 当做一包十千 你可以买到那种子来试试看 当然的话 你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 你可以写一个seedsees wholesale 你在Google一搜寻的话 相当多的种子 加上你在加orento 就是东方的种子的话 你也可以找到很多的种子 这个我们在我们实际的居家园艺班 我们向来在这个教课的时候 我们会把它 差不多十几种不同家的种子的网站 名字给所有的参加学员 那你可以上网以后呢 去看这些种子哪些方便 毕竟我们在美国 希望我们的种子都是合法的 我们不应当从自己的家乡的 带一些种子来 会违反了美国加州 或违反美国 而且这个也罚款相当重 我们愿意建议 四季水果的种子 还在当地期 而且可以跟人家交换 或计一些大卖场 都有相当多植物 来可以买了 那刚刚邱老师 你已经跟听众朋友介绍说 这个种子要怎么来 那我想到现在 后面这个问题就是说 邱老师可不可以 教一下听众朋友 就说 那怎么样来规划 这个后院的蔬菜园呢 以前我们有一个古语 就是你种什么东西就得到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所以呢我们如何规划 我们居家的后院的庭院呢 当然我们就说 你想要种什么东西 那假使说你家后院 我们想种些水果树 那有水果树 但是假使刚开始种你的水果树 比较小颗 不管你种白桃 不管你种番石溜树 或是种李子树 你事先挖好的这个小洞 你来种一颗的话 你可以稍微范围加大一点 因为假使后院不大的话 你可以种比较方便的 比如说瓜类 那瓜类的种子怎么来很容易 你到华芝的超市里面 不管现在有什么 耶诞香瓜 哈密瓜 冬瓜 苦瓜 西瓜 这些很多的种子 你可以撒在你原来小棵果树旁边 这个东西 第一个你又规划你简单的一些 你又有树又长大了 又种了种子 瓜类又可以长大 但是假使说你是要比较长期性的 比如说你要种攀藤式的像 丝瓜 福瓜 嫖瓜 或是四季豆 这种当然就会有棚子 那棚子的话 你要搭一些比较能够让它攀爬的话 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你就是要用竹子 或是铁杆 或是顺着你的围墙 让它能够把我们的丝瓜 苦瓜往山 稍微爬山上去 但是假使说你只是想说 我只是种一些蔬菜 因为我想吃一些有机的蔬菜 而且绿绿的蛮好 也蛮新鲜 那除非你的荷燕很大 或者你时间很过 你可以种比较多的一次性的 比如说我们讲的截头菜 萝卜 高丽菜 因为这个你种下去以后 缩成是同个时间 可它的缺点变成 假使高丽菜一长的话 突然那个礼拜十几克的话 你也吃不完 所以我们会建议 就是比较长期性的 比如说你可以你的规划的后院来讲 比如说你可以四尺乘四尺一块一块的 因为为什么四尺 假使你八尺你手抓不到 你也要踩在里面的东西 你四尺刚好你的腰蹲下地上的时候 你四尺 就是呈正方形的四尺 呈四尺用木框框 或者说你用保利笼板 或用枕木 或是用铁条 或砖块围成四成四的地方 你每一块 而且你对你的体力也好 你四成四的地方来讲 你培养土去换了以后 你可以种比较简单 这样我很建议的 你可以种现菜 因为现菜可以 芽类菜一直在 一直在以后 用水烫起来吃 你稍微的对身体 第二个我们讲的地瓜叶 这也相当不错 地瓜叶来讲 你只要用 简单的用茶字法去繁殖 那叶子的话 你每个礼拜 你摘两次 所以你每天都有不同的青菜 那这些青菜的话 就是以家为主 像我们也可以种我们的 这样四季豆 这些豆是 以季节性来讲 我们要挑对 第二个呢 你要挑对的最重要 就是说它最好有长期性的 而不是说像刚刚我们建议的就是 我们讲来种一些高丽菜 或街头菜 或萝卜 或我们讲的红萝卜 很好玩是不错 给小孩子玩啦 但是加持你要长期性 因为它至少要两个月才能够生长完成 可两个月以后 除非你摘了送大家 那记得通知我 我会帮你分享 那我们居家演艺课呢 在我们每次的课程当中 都会有这些方法 比如说你后院如何去规划 你的种子在什么时间 在我们的一般的种子的 在大卖场买回来 后面都会解释说 它的季节是几页分 像加州是到底四页分播种 或是八页分播种 我们都会在这个课堂里面教学 其中我们六堂课里面 我有一堂课 会到外面去实习 我们会挑一个乡亲的家里 那这个实习的时候 我们会针对所有碰到的问题 不管是种子方面 蔬菜哪些最适当 我们在那里会有分享方面 感恩邱老师今天跟我们听众朋友 分享这么多 适合居家种植的蔬菜跟水果 那么如果说听众朋友 你觉得说在你的这个居家 园艺方面有任何问题 也欢迎您打我们的 听友服务专线 909-447-8612 909-447-8612 我们会请我们的邱老师 为您解答 谢谢邱老师 不客气 谢谢 谢谢 一年之间放下余年 牵着又白灰 等能力的心安 转念瞬间 转回不再秋缠 光亮的心间 轻安而自在 恰似明月将前 一念之间可以起悲心 一念之间可以解杀身 一念之间可以救地球 所有的无名 就在你的一念之间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有几则活动讯集报道 8月18号 以及8月19号的两天 在美国次纪总会的书宣 和桃以及喜瑞度的社区联络处 有台湾本会宗教处清修士 黄成浩师兄 以及北家陈宝鲁师兄的分享茶会 7月的吉祥月活动 在今天举行的 有圣古爱满地活动中心 以及兰洛杉矶的联络处 时间都是下午的2点到4点 那在下个礼拜六 也就是8月24号 早上的11点半到下午2点半 在核桃市政府的老人中心有一场 在核桃市政府老人中心 举办的7月吉祥月活动 除了提供精美午餐节约品之外 将呈现宣扬孝道的 贵阳图音乐手语剧 欢迎西老福佑全家一起来观赏 但是因为餐点集作为有限 尽情提早报名 以免向偶 同时在8月24号下午的5点半到8点半 在喜瑞都联络处也有一场 8月25号在圣谷爱满地的活动中心 下午2点到4点 也另外有一场 以上的活动呢 如果听众朋友们有意参加 欢迎拨打我们的听友服务专线 来询问详细的地点 8月24号下个礼拜六的下午2点到4点呢 在签下室有一场守护健康的讲座 将邀请邓博人内科医师主讲关节炎 今天我们此期世界广播节目播送到此 如果你对今天报道的内容有任何问题 请播我们的听友服务专线 909-447-8612 909-447-8612 或者透过电子邮箱或Facebook 留下您宝贵的意见 谢谢您的收听 下周六 同一时间 空中再会 一年之间放下雨年 牵着又返回 怎能离得心安 转念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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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灰不再秋山 光亮的星天 轻安而自在 恰似明月桥前 转念瞎 ись holy Vet 演务烈 清楚 对 寺